今次是會講述Stock 會有Good Receipt Transfer 怎樣去加Item 這裏就是Add Product 在這裏填一點Item Product Code Description 價錢 Safety Level 資料 就讀Barcode 在這個Add Product的介面 填上這個Product Barcode Description Cost Safety Level 還有價錢 然後按儲存 Safe了就會看到這裏有這個Item 為大家介紹怎樣去Good Receipt 例如有這個Item 我們想In倉 現在看到它的倉數是0 我可以去Good Receipt這個介面 然後選擇裡面的倉庫 Scan Barcode 例如你今次有3天貨收到 你可以在這裏按 加好 那就會加到數量 或者你可以Scan Barcode 也會跳到3天 例如我今次收3天貨 例如我今次收3天貨 在這裏按右上角的Save 它就會收3天貨 它就會收3天貨 就會在這裏按這個時間 如果你想看上一張單 可以按左右 先看看貨 剛才是這個貨 現在顯示 總共3天貨 是Soc HKG 可以提起Stop 可以提起Stop 今天會為大家介紹怎樣去收貨和P-Nable 首先選擇Location 然後選擇 然後選擇 如果你有兩件貨 可以選擇兩下 然後選擇 然後選擇右上角 選擇 在左下那裏就會有一張單 選擇 選擇 選擇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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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選擇選擇 選擇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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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選擇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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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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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